上集京都第三天 我們在嵐市去了好幾個有趣景點 來到第四天 我們會離開城市 去龜江近郊坐寶津村遊船 再去遊歷南山隱世河村 上山下村,探索不一樣的南山 千萬不要坐過 今天第一個節目是去龜江坐寶津村遊船 所以我們早上乘車出發 去龜江準備上船 由京都市大概要乘大半個小時 我的早餐 你的早餐 我們第一次親眼看到雪山 雖然很稀薄 但都叫做山上有些白茫茫的雪 香港就完全不用想想 越到飛起 早晨 我們今天 晨這麼早出發 第一個節目就是去玩這個寶津村遊船 所以來到這個龜江市 現在下了JR 去前面的寶津村遊船的起點 我們待會就... 嘩,真厲害了 要玩兩個小時 哈哈 但網上是寫紙需兩個小時 是,紙需兩個小時 即是可以玩久一點 我不知道 我們會在船上坐足接近兩個小時 有話玩 那我們現在就去準備上船 出發前,我們經E-Corporate 預訂 來到櫃台就可以換領船飛 在大堂稍作等候,就會安排上船 等候期間,大家可以在禮品店內買手信 或者去定廁所 因為船程都接近兩小時 我們已經出發了 很開心 我們現在就走出來這個碼頭 準備上船 我們上船 我們上船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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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快就隨即出發了 我有看資料說是有三位船夫的 我看到,三位,後面還有一位 原來會這樣 原來都可以有這麼刺激 有一點激流的感覺 是不是可以有真正的激流 真正的激流 就真的不知道 就不是這樣穿 對 差兩小時 對 早段架船其實都很平穩 可以很捨意地看看周圍的風景 又準備玩小激流 又準備玩小激流 在岩山杜月橋附近下船 正在撐著 它在用力撐著水底 那些森林很漂亮 在這裏可以見到不少動物 例如這隻牢池 我上網看 還說冬天會有那隻冬天船 即會圍著透明膠 即會圍著透明膠 對 我很不想 幸好 因為隔著看好像很不開心 對於日本來說 現在不冷 對 現在就安心了 這裡的防波堤 三個月 我們看到前面有一架 早我們出發 早我們一點 對 寶樽火製 什麼蛇 人文 請田神蛇 他們入客局了 對呀 開始入客局了 過了這個小火車站 小火車站在上面 那條軌 上面有綠色欄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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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很正確 好 好 剛剛好高過水一點 好像在海上剛剛好逛 上面有櫻花 旁邊有些櫻花 斷果鞋 這裡是起出來的 旁邊 嘩 又來玩激流 這裡有點刺激 又聽到水聲 又來了 開始看到鐵橋 嘩 這裡很厲害 剛剛好 剛剛好 JR 我們剛才搭這架 叫我們拿起綠色 在橋上 裡面有一瓶醬 在橋旁 嘩 厲害 高速轉彎 差到差不多 原來三個船夫會輪流交換位置 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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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櫻花 很多櫻花 對 一定很漂亮 除了櫻花 其實兩旁排列得好整齊的柴樹 其實都非常的漂亮 我估計今天是河水比較平靜的一天 相信去到夏季河水會更加洶湧 到時會更加驚險刺激 不過船夫也說太大水是沒得玩的 很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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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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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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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條雕橋 稍後我們會行山經過這裡 大家記得要留意 有馬洛 有馬洛 快便 大家知道嗎 像草草草cos 是草草MP 草草草 哈哈哈哈 哇,這間好像是超貴價酒店 分滅, Alziliv V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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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了兩個中策旋,來到南山杜月橋附近的碼頭 上岸,完成了這次寶津村遊船的旅程 拜拜 拜拜 好了,我們剛才玩完寶津村游船 剛剛下船了,現在來到南山了 我們就在南山吃點東西玩一下 這裡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經過這棵梅花,是不是? 是啊 好漂亮 這裡也可以坐這些短程的游船 這裡應該在剛才的下游位置兜個小圈 1800日圓 簡單版,有屋頂 不冷的 就不像我們剛才那樣,好像要玩激樓 但給我選擇一定是玩激樓 我也覺得是 在南山這裡,其實很多景點很去處 例如坐人力車,參觀一下庭園寺廟 不過這些大陸的東西,我們通通都不會去 下午我們會去攀山攝水 不過現在還是要先治飽的肚子 我們是要去Miffy Cafe 不是,是去麵包店 只是看看東西 好,我們來到想要去的Miffy麵包店 搞笑 你可以坐在這裡,坐在這裏 對 對 這裡還有一些Miffy的餐具 文具紀念品可以在這裡 DOMINY吧 DOMINY HOW Mi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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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庫 Mi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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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y Miffy Miffy 吃完食物,我們便逃經南山的大街 之後轉入竹林,慢慢走上山 去完Mithy,我們來到鬆士雄的cafe 有很多精品牌 還有雪糕吃 這個時候吃雪糕真是不得了 有熱飲的,我猜 左邊吃,右邊就精品 咦,還有一個鬆士雄小花園 好笑喔 出去打卡吧 旁邊還有一些小的石像 都是鬆士雄,很搞笑喔 很喜歡的 鑽子雄小花園 也會想要吃 下廁所 鑽子雄小花園 這個杯子好像很有...很漂亮 好了,我們來到南山 今天當然要進去最出名的竹林走走 我們就在這裡轉進去 我們已經開始步入竹林的範圍了 這裡很漂亮,看看裡面 這是特別的道路 不知道是什麼人才能走呢? 總之是私家路 這幾個花開花鐘 有...不喜歡讀春 辣梅和山茶花 天龍寺 都知不在此 我們繼續走 繼續穿過這個竹林 冰家必爭之地 南山竹林幾時都這麼多人 想拍張漂亮的照片 就有些技巧和運氣了 穿過竹林,我們進入東海自然步道 好了,我們穿過竹林之後 就經過這個... 南山小火車的火車站 我們接下來呢 就繼續向前走 我們今天的目的就... 不是在這個... 南山的遊客區和那些人迫的 我們今天是要去行山的 我們接下來就會走這個... 嗯 就會在這條溪柬旁邊 就... 沙步下山的 最終我們還會去到 剛才我們 坐船仔經過的寶村峽 嗯 哇,下面那些都是河花 即是去到... 應該夏天就會這裡開得很漂亮 嗯,這裡有些... 小竹林都挺漂亮 不用像剛才那樣 那麼多人搶著和人拍照 嗯,剛才那個大竹林都挺漂亮的 是 好,快轉右 左邊這個門口 就是我拍的那張很漂亮的照片的地方 直光子 向這邊 東海自然步道 看看水牌先 我們現在在... 哈哈 北到花勢這裡 我們現在向上走 哇,來到這個... 二樽苑 哇,都好像挺大的 這個二樽苑 東海自然步道 向著... 綠合 青龍在這裡 1.5公里 有寫的 哇,這裡的鄉村環境很漂亮 如果香港的鄉村都這麼漂亮就好了 來到這裡已經完全沒有遊客了 不過也不要說遊客 人都... 我記得一個 居民都不見了 居民都不見了 哇,這個門口很漂亮 軟塊木啊 對 還有一個門口 哇,旁邊的窗這個位置也是這麼漂亮的 對 明明我看天氣報告 今天是... 中午是會有... 對 有陽光的 但現在片段 是下微微的雪 有雪啊 但我也是喜歡 我寧願它下雪 比下雨 哇,這裡有個... 很漂亮的樓梯 但我們就... 經過這個紙就繼續上了 好了,我們沿路走 來到這個... 有個... 中鳥龜 這個平野屋的餐廳 我們接下來呢 就會... 根據路牌 向右邊去這個... 青龍 1.2公里 很古色古香 你看屋頂 還是用這些... 像黃韓草一樣 建造的 這個是... 愛岩子喔 經過這個門口 前面有個... 很恐怖的隧道 我曾經想過走進去 但是... 我們是不用走的 很恐怖 我們走右邊 繞路上去就可以了 好,我們... 經過這個隧道旁邊 走右邊繞路 繼續去青龍 但是這個... 看到有個牌子 有點怕 逢出沒注意 五月的時候 有點累了吧? 是啊 放心吧 我們... 差不多去到今天 旅程的最高點了 就是這個橋底 是啊 不要過了 我們不用再上了 走 好,最高點 好,我們經過這個橋底 最高點 就繼續向著這個... 青龍村 在青龍村 就一直沿著... 河水向下行 所以呢 接下來就... 相對體力要求就... 沒那麼大了 咦,終於有太陽了 小小 今天... 唯一開始 覺得有太陽 但都沒有去到有影的情況 你看我們還是這樣 哈哈 經過這個... 小水道 好了,繞路呢 就在上面呢 就過了來這裡 其實就在這個隧道的另一邊 過到這裡之後呢 應該走前多 我想... 五至十分鐘 就已經可以... 去到... 青龍村的河邊 是 那這裡都好像... 不算太偏僻了 都有巴士站 還有汽水機 我們經過一文治屋食堂 這樣... 向下行 很快就可以到河邊 好,我們已經看到下面的... 青龍村了 聽到的水聲 好了,我們在南山竹林那裡 大概走了一個小時 那現在來到這個... 青龍的... 河邊 這條很漂亮的紅色橋 道... 圓... 橋 那這裡就是我們今天... 沿河邊走的起點來的 嘩,那一棵不是櫻花來的嗎? 好漂亮喔 對,我看到一棵很漂亮 對 來吧 好,那我們開始走到河邊了 我拍照也很漂亮 我们就沿着这个青龙村沿着河巷 去到这个交叉位 然后就再走去前面保津峡那个JR路站 如果有问题我们就这样刮剧回去 看这个看出去也很漂亮 这个景色也很漂亮 看对面的古建筑 这些河水最终是我们刚刚玩游船的九宝村 保津村 要留在南山那里? 对呀,有个告示牌 写着 写 是否不要乱泡垃圾呢? 我猜是,或者不要留下垃圾 东海自然报道 这就是 看对面的房子很漂亮 搞笑的 这个路牌 不知道谁留了帽子 我们沿路看到这么多人留下 对呀,很多人留帽子,留手套,留颈巾 好,我们继续向落合方向 1.2公里 继续在东海自然报道 我觉得这个事物都好像地尖一样 踩进去 对呀 后面河真的很漂亮 比刚刚刚玩游船的时候 游船好像河水的比较平凡 因为游船 对呀 这边是几流的 空气好啊 这些车台 很厚 到下边看看吧 清隆村旁邊這段東海自然報道 路線都尚算清晰 加上有不少指示牌 來到這裏也不用特別找路 又有指示牌 落合只有0.9公里 我想它指的落合就是 落合橋 到那裏就開始走回馬路 離開河邊 下面的河水真的很漂亮 又有指示牌 又是寫著 開始接近那條河 過橋 還有少許可怕 正面看不怕在側面看才怕 旁邊的瀑布很漂亮 這只是真正的自然瀑布 很自然 下面的河水看到真的很漂亮 這麼洶湧 這裡的水清得 這裏是沒有一絲泡沫的 即是我們經常走到石間 我們偶爾旁邊有些奇怪的東西 一潭東西 或者積了很多浮油 這樣 但這裏的水清得 好像水流水一樣 我以為泡沫是被衝擊撞出來 但這裏不斷撞也沒有 這裏有少許危險 有些濕滑在旁邊 有機會掉下去 回望後面 剛才那兩個大石之間的潭位也挺漂亮 在鏡頭看下 下面的河水 綠色很漂亮 你先停一停 這個位置挺漂亮 By the way 這裏河真的看不到有魚 水清漬漬漬漬 正常是水清漬漬漬漬 你看這裏的水很藍 很瘋 右邊又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樹林 很自然 好像水都推到盡 這樣 這裏 現在是尾段 下橋還有200米 那對面橋 這裏的牌寫著火之用心 火之用心 就是要小心火燭那些 應該是怕人吃煙 那些 火之呼吸那些 好啦 我們過了剛才那條石橋 然後現在慢慢 走上樓梯 差不多走完這條 我們預計中的行山步道 那接下來呢 就會去到前面的駱鶴橋 然後再沿馬路 我們會走到這個 寶津村峽 走上馬路了 走到現在這個駱鶴橋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走到這個 寶津峽 另外有一條路呢 可以走到南山 剛才那個平野屋 都可以的 但我們這樣走 就可以再看多些河邊的景 看回剛才我們玩 寶津村遊船 經過那條河 那這個是不是地站 是啊 JR站在這裡 這個是小火車站 好 好 路牌洗著了 向這邊 是寶津峽 我們繼續走 經過前面的駱鶴橋 好漂亮 就是小小的 加上前面的隧道 是不是很夢幻啊 是啊 進去是否會千尋千尋 變豬 可以啊 女影我我影你 好我們就來到這個 樂俠橋之上 應該穿過隧道 沒有多遠就是這個 寶津峽 這個是 樂俠隧道 好像那些 喪屍片 或者是末日片 對 對 有隻鞭 在隧道那裡 搭巴士 很快就走過了這個 樂俠隧道 很平安啊 另一邊都好像很安全 沒錯 對 亦都不是去了千尾千尋 對 下面現在是 這個寶津村啊 剛才 對 剛才是經過的 就是經過這裏 這樣經過 又是這些 樹林啊 好厲害 現在寫著寶津峽 這個 電線桿上面的牌 我們待會是這樣穿直行的 但是下去條 吊橋看看 對面就是 小火車的 寶津峽站 好 那我們就下來了這個 我不懂得讀的 這個叫什麼 帝智橋 就是這個 南山小火車 寶津峽站 這條 穿過寶津峽的釣橋 不過我們就不是坐小火車走的 JR的寶津峽站 然後搭車回去 京都 好 左轉 其實可以在這裏作為終點 搭南山小火車回到市區 不過你就錯過了尾班車的時間 所以你就再前一點 搭JR回去京都市 過了這個隧道口 應該就看到 JR寶津峽站 在那裏 這個站是仿如無物的 對呀 有經過教會 有呀 不用怕 因為我搭過的 你看這個位置多漂亮 你看到這裏 我們剛才也是坐小船 經過這個橋底 哇 紅色的鐵橋 好像多漂亮 我們就是要經過這個鐵橋 過對面的站 這個叫寶津峽橋 在這裏拍照 快拍了一照 轉回 向我這邊 好 好了 我們大概用了三個小時 就由南山走到這個青龍村 走下來 現在回到這個寶村峽 JR站 完成這次的旅程了 是 想不到我們這次旅行 可以走到一個不錯的山 對我不喜歡景點 有很多卡 我自己就很滿足了 我想你就OK了 接受到 接受到 好 我們就在這裏 坐車走人了 我們快點下去這個 京都市區吃東西 好 這裡是無人車站 好 近我們這邊就對了 二條京都方向 一番乗車 一番乗車 一番乗車に電車が参ります 危ないですからご注意ください 超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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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番乱車 到廢物裡 快什麽 第四天,完! 今集跟大家攀山攝水,體力勞動 相信明天也是時候休息吧? 錯呀!明天我會隻身由京都市踩單車去宇治,探杯靚茶 還會去看看何俊英 當然還有很多有趣景點,大家記得留意,繼續收看 感到更多人的音樂 自己提起你的音樂 並且請可以提醒自己的音樂 才能問你怎樣? 做成的音樂 再返視你 會嗎? 晚安 明天